跑男睡衣趴,赵乐斯白味同框,养颖素颜皮肤状态好 睡衣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在最新一期的跑男节目中,特别策划了一场别开生命的睡衣装场 这一环节充分展现了艺人们最真实的一面 他们身着各具特色的睡衣样像,既有趣又充满生活气息 杨颖、白露等人素颜样像,兼身着睡衣,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品位 尽管是家居装扮,也依然能透露出他们的独特审美 情侣同款睡衣 既杨子和张艺兴在综艺节目中因同款情侣睡衣引发关注后 跑男节目中也涌现了一对备受瞩目的搭档 他们就是白露和周深 若说睡衣状款的几率相对较高 那么眼镜同款的可能性却并不那么显著 部分看似相同的款式,实则并非单纯巧合 而更像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结果 白露大访公开与周深的所谓绯闻 这种坦率的态度反而消除了误解 展现了真实的自我 白露和周深这对相略组合 实在是与众不同 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CP形象 白露的这款睡衣价格确实不菲 切勿小觑 其标价已远超四位数 一套的价格大约为1700元 通过睡衣价格可空见白露的吸金实力 它早已超越了普通网红的范畴 白露从网红成功转型为女主角 现已尽声为二线女艺人 甚至邀请自己的同学担任助理 足进其事业上的分裂 白露是一位极具真实感 毫无角柔造作姿态的搞笑女艺人 她毫不在意偶像形象 常常以全素颜样相 甚至穿着一次性拖鞋 完全摒弃了女艺人常有的架子 她的帅真与朴实 让人倍感亲切 真实可爱不作作的鸟鸟 赵瑞斯声称自己是综艺新人 尽管她此前参与过跨乐大本营 这并非她有意说谎 而是她忘记了提及一个关键信息 她参加的是真人线类综艺 这确实是她首次参与户外真人 线类型的综艺节目 首次参与真人线节目 赵瑞斯以素颜样相 展现出了极高的诚意 相较于白鹿和杨颖 赵瑞斯更是以完全素颜的状态出镜 充分展现了她的真实与自然 她以真挚的态度样相 甚至为诗音粉带 连眉毛都未加修饰 毫无偶像的矜持与距离感 宛如一位邻家小女孩般亲切自然 或许是得益于年轻的优势 赵瑞斯的皮肤状态极佳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光彩 节目中 赵瑞斯展现出了她真实可爱的一面 每次笑容都足以制成表情包 同时 她也是一个充满软意的女孩 当大家都在调侃杀意时 唯独她在一旁默默陪伴 显得尤为贴心 赵瑞斯每次都会选择 静静的待在角落 从未刻意寻求镜头的关注 展现出一种不张扬 不争斗的性格特点 她是一个既单纯又可爱 偶尔还带点逗趣的女孩子 睡衣往往能够展现一个人的真实品位 赵瑞斯的睡衣设计独特 甚至可以直接外穿 仅其上衣的价格就高达约1400元 这充分体现了她对生活品质的 终求和独特的审美眼光 仅从整套睡衣的价格来看 赵瑞斯的睡衣相较于白月的同款 价格更为难贵 赵瑞斯和白月是同期的女艺人 她们曾共同出演电视剧 多年来 在电视剧市场中 两位艺人的表现评分秋色 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赵瑞斯和白月之间并未显现出 同性相侍的特质 她们的友情始终如一 未曾改变 蔡徐坤 沙逸 李承篇 男人在金钱观上 未婚与已婚状态之间 存在显著的差异 李承与沙逸年龄相近 仅相差一岁 但两人的睡衣价格却大相径庭 沙逸的黑色睡衣价格约为1000元 而李承的睡衣则是以T字母开头的品牌 价格高达2500元 比商业的贵了一倍 李承的睡衣在品质上似乎优于商业的 作为单身未婚的钻石王老五 李承本身就具备着型号的物质基础 因此这样一套睡衣对她来说 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开销 出人意料的是 年仅23岁的蔡徐坤 竟是不乐深色的大赢家 她竟将一件价值约8500元的反计名牌上衣 但做睡衣 这件上衣以PV品牌标志 凸显出奇独特的品味和财富 蔡徐坤不仅潮流感十足 还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在节目中 她展现出软心带男孩的一面 尤其在水汽前黄节 看到赵乐斯上场时 她特地站在一旁 信心呵护 让人倍感温暖 蔡徐坤与杨颖的互动甜度爆表 当杨颖身着睡衣样像时 蔡徐坤的目光瞬间被她吸引 这对组合令人喜爱不已 十分吸引人 杨颖节俭 杨颖以速言形象样像 身着粉色睡衣搭配白色裤子 尽管声称未失粉败 但仔细观察可见其眉形精致 显然稍作修饰 相比之下 赵乐斯的眉毛显得较为稀疏 不如杨颖的眉毛那般整其美观 杨颖的素颜确实十分出色 让人称赞不已 相较于白鹿和赵乐斯 她虽然年长几岁 但脸上却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 依然保持着青春的光彩 相较于里程2500元的昂贵睡衣 和蔡徐坤8000元的奢华睡衣 杨颖的睡衣显得尤为节俭且清明 她身着一件粉色上衣 其价格仅为460元 展现了她的朴实与接地气 杨颖的整套睡衣价格竟不超过千元 展现了其离婚后更为低调 节俭的生活态度 越发显的接地气 杨颖的睡衣不仅具有实用性 其设计也非常适合外穿 作为一位母亲 这样的睡衣更增添了一份贴近生活的温馨气息 离婚后 黄晓明已经步入新的感情生活 她的现任女友叶柯是一位网红 外貌精致迷人 虽在颜值上或许不及前妻杨颖 但也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叶柯与杨颖不同 她出生于富裕家庭 家境约络 并且拥有自己的公司 虽然经历过离婚 但她坚强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最近 叶柯生日之际 黄晓明慷慨地送上了 价值不菲的生日礼物 离婚后 杨颖并未有心运情曝光 她一边悉心照料孩子 一边全身心投入工作 虽然婚姻已逝 但她依然拥有孩子 事业和珍贵的友情 生活依旧充实而美好 她与张大大 杨颖之间的情谊深厚 在节目中 杨颖特意致电张大大 两人默契十足 显然是私下经常保持联系的挚友 穿名牌衣服的人并非都是财富丰厚 很多时候 他们只是追求面子和虚荣心的满足 睡衣 作为天生穿着的衣物 能够深刻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独特品味 在选择睡衣时 舒适度无疑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因为适合自己的睡衣 远比追求外在的华丽更为重要 作家亨利 詹姆斯曾言 一个人的军所 家中摆设 日常服饰 乃至其阅读的书籍和结交的朋友 无意不是其个性与品味的真实写照 啊